台中火车站人来人往 其中很多民众是特地来新火车站参观拍拍美照 台中铁路高架化两年前完工后 也持续进行第二期工程 周日五个新增的车站正式启用通车 未来民众搭车会更加方便 高架化 捷运化 环线化 还有网状化 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铁路 它跟捷运 跟公车 跟自行车 跟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在这里汇流 台铁表示从丰元到大庆站之间 一共新增了利林 投家促 松竹 金武和武权 这五个新站 每站相距仅两公里 真正达到铁路捷运化的目标 总统蔡英文和交通部长吴鸿蒙 也一同参加了新站的启用典礼 蔡英文也再次强调铁道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是铁路运输最根本的要求 面对台铁累积多年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大刀阔 用改革来重建社会的信息 很明显的事故的发生 绝对不会只是某一个基层人员的责任 这几天以来我和赖清德院长都已经下达指令 事故的调查 普悠马和台铁的总体检 都必须彻底的进行 台铁指出台中火车站新站也是台湾第一个三代同堂的火车站 第一代车站是日志时期的机关库 正在规划文资保存工作 第二代车站是1917年落成的旧站 以列国定古迹 第三代就是目前的新站 能同时见证三代车站的历史轨迹相当不容易 人事新闻综合报导